支聯制六四答問解青年質疑今年晚會主題 團結爭民主撐平反六四六四晚會今年的主題為全民團結爭民主 平反六四一起撐,標字顏色以黃色和黑色為主 襯透黃色燭光六四晚會今年的主題為全民團結爭民主 平反六四一起撐,標字顏色以黃色和黑色為主 襯透黃色燭光,明報專訊,六四事件今年二十六周年 支聯會今年晚會主題為全民團結爭民主 平反六四一起撐支聯會今年特別編制了一本問答小冊子 回應近年本土派及年輕一代對支聯會建設民主 中國等綱領及透過六四燭光晚會悼念的質疑 解釋愛中國不等於愛政府或愛共產黨等支聯會計劃 在5月31日愛國民主大遊行中派發小冊子 明報記者梁卓兒解釋為何建民主中國悼念成效六四 答問Q&A共有四十頁,共有二十六條問答 包括為什麼要悼念和平反六四 為什麼要建設民主中國 建設民主中國為何要在香港 以及悼念成效等問題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表示 希望可透過小冊子令市民更清楚支聯會的立場 距離六四事件周年紀念 只餘約兩個星期 支聯會也陸續舉行一連串紀念活動 並會在5月31日舉行愛國民主大遊行 今年遊行路線有更改 會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中聯辦去年六四 二十五周年 支聯會稱有如十八萬人參與六四晚會 人數是歷年最多何俊仁說 不會估計今年有多少人出席 人多人少不是重點 二十五年十八萬人笑過 以往得三萬、五萬人我們也是這樣搞他透露 特別希望在今年晚會中 聲援因支援香港雨傘運動而被拘捕的內地民運人士 以及被判監察年的內地資深記者高瑜等中大學生會 將上台廣大區出席學聯合會 已缺席今年六四晚會 部分年輕人質疑中國民主運動與他們何幹何俊仁表示 晚會的新火商全環值會繼續 支聯會亦正聯絡不同大學學生會 邀請他們在晚會上台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國翠仁說 中大代表當晚會上台廣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表明不會出席晚會 更黃論上台他表示 自己收到支聯會電郵邀請 但由於不認同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 以及支聯會常把內地人權狀況和香港民主進程掛勾 故不會出席晚會但他強調 不出席晚會不代表要忘記六四或不再譴責中共士徒夫政權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